Coucou 我是法國安娜 今天有一個特別來賓 又是我 我老公 你是我最愛的人 今天就是要回答一些問題 然後我要說是我 還是是他 開始 誰唱歌最好聽 他還是是我 你要不要唱一首我看看 我沒有想到他 我沒有想到他 下一題 誰是最兇 對 因為很多事情要決定 法國人的思考邏輯 跟台灣人不太一樣 不是 你最兇都最兇 沒有原因沒有結果 問你一件事情 我們一起開車然後開車開到一半 塞車你問我為什麼 塞車 可能有吃貨還是 可能是入口還是 可能旁邊有Costco 百貨公司 可是你會問我五次 為什麼 為什麼塞車 不是 因為你沒有回答我就一直問 我說我怎麼會知道 不是你第一個就會很兇說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 對啊 誰會知道為什麼會塞車 為什麼要那麼兇說聊天 你不能跟 你不能跟老婆好好的聊天嗎 好啦下一題 誰最浪漫 應該是我吧 應該是我吧 好啦是你浪漫 法國人浪漫的 你不浪漫 法國人浪漫 可是你好像沒對我做過什麼浪漫的事情 有一個是男生也浪漫 女生也要軟弱 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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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洗澡最多 應該是 一定是我吧 這個等一下 這個不是我寫的問題 是網路拿的問題 我吧 運動完會洗 所以一天洗兩次 三次 你最近沒有每天運動好不好 不要假裝 看你的兔子就知道 誰開車技術最好 當然是我 我都一刀就到車入庫好不好 最近的罰單名字是誰 罰單不是 罰單不是乾脆技術不好 罰單是不遵守交通規則 或違規停車或者是超速 對啊 所以不能亂停 我去Seven買個東西 叫在門口停一下 請問誰會 誰會為了去Seven買東西 然後 停到200公尺外的停車場 不是 你騙人 我不會去Seven買 怎麼可能會知道 那還是門口暫停一下 我不會Seven去買 我會打電話給老公說 欸老公你幫我買 比較快 誰最愛花錢 那我 拜託 你是 我們前天晚上計票買了多少錢 好啦 這個問題只是吵架的問題 就不要問 你最有耐心 我就是要分以前跟現在 我現在有女兒之後 我就是我 你對女兒有耐心 對 我對你不耐心 但是我覺得我對女兒很耐心 但是我覺得我對女兒很耐心 對我們家庭很耐心 就一馬如果我們在外面哭 那什麼什麼 我都不會發脾氣 我不會不耐心 但是你很容易不耐煩 沒有啊 就交給你比較好 沒有 可是我看你的臉你很就是 誰幫另外按我最多 我媽 你會幫我按嗎 我懷孕的時候 不是吹中嗎 誰幫我按 有我啊 沒有是我媽 我也有啊 我媽正發過來就幫我按啦 我也有啊 沒有 你都忘記了 我都忘了 誰打電話給對方最多 打電話 很少打電話 對 差不多 對差不多 來就說 在哪裡 幫我買水 幫我買牛奶 就是這樣 誰最好笑 應該是我吧 那我 你哪裡好笑 長得好笑嗎 不是 哈哈哈哈 這樣嗎 下一題 誰看鏡子最多 沒有 一定是你啊 我就 起床 刷牙洗臉 而已啊 我也知道 我不會整天看鏡子 所以 幹嘛問這個啊 沒有是網路拿的問題 網路拿的問題 誰 最有機會不小心 手機就在馬桶裡面 應該是你啊 不是這個已經發現過嗎 你吧 你 有一次你在 在哪裡 修那個馬桶 還是修什麼 我是修東西啊 有啊 我們有一次去餐廳 然後你在 有啊 我覺得你就在馬桶啦 還好啦 現在手機都防水了 應該沒有問題 最怕什麼 最怕羊 羊是什麼 啊 你看你看你看 這個是痛 不是羊 你看你看 這個不是羊 你的羊很痛 超痛 這個不是羊是痛 羊是 哎 stop 很痛 好啦 結束 今天影片到這裡喔 如果你們喜歡 可以按讚 留言喔 拜拜 拜拜 阿批他 I know 我想馬桶話 你在笑你 阿批 STOP